艾伦又大又可怕的牙齒? 這個是艾伦呀 客人呢就是她最拿手的事情 艾伦經常都這麼說的 我是又大又可怕的艾伦 我的牙齒就好像看到一樣銳利 但是艾伦真是這麼恐怖的嗎? 跟著故事你就會發現艾伦一個天大的秘密 我的族袍 帶著皇冠那個呢? 就是艾伦國王綠世啦 看一下她 中間塗唇膏 長長的眼睫毛呢 就是艾伦尼他 跟著就到艾伦史密斯博士 她戴著帽子 戴著眼鏡 還有戴著一個黑色的胞胎呀 鱷魚艾伦又大又可怕的牙齒 鱷魚艾伦的家族呢 世世代代都是以擅長客人出名的 在這座蟲林裡的動物 全部都知道牙超級可怕的 客人真是艾伦最拿手的事呀 你看她的樣子 躺在蟲林裡 昆蟲看到牙 都好像很害怕呀 每個人的嘴都這樣抹大了 好呀 在每一個早上 鱷魚艾伦都是這樣開始她的一天 首先 擦亮她的鱗片 磨尖她的指甲 接著就開始擦她 又大又可怕的牙齒 還要每一粒都擦的 最少呀 我是說最少 最少要擦十分鐘呀 接著 她就會在鏡前 練習最恐怖的表情呀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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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看她桌上還有些什麼 咬人牌牙膏 涼精精噴霧劑 鱷魚排藍士香水 嘖 嘖 嘖 她也很扮靚呀 然後她偷偷地走進叢林 她要為上午的客人時間做足準備 歡迎來到叢林 艾倫很大聲發出很低層的聲音 然後就磨牙 然後她說 我是又大又可怕的叢林 我的牙齒好像看到一樣銳利 是不是很害怕呢 一看到叢林 她說嚇到在荷葉上跳起 那些小猴子也嚇到在樹上 一聲掉下來 還有還有 看看那些鸚帽 她們都害怕得很大聲地叫 鱷魚艾倫在那裡嚇他們 她就看著小動物 然後她就咬咬咬咬咬咬 艾倫就很有趣地說 哈哈哈哈 客人真的很好玩 好了 這一天呢 嚇完叢林的小動物之後 艾倫就會回到沼澤的家 她放鬆一下 玩一下叢林時報上面的益智遊戲 然後 拿了她的假牙齒出來 嘶 嘶 嘶 沒有人知道的 艾倫的牙齒 其實是假的 旺安假牙 我的假牙 哎呀 旺安 艾倫會一邊說 一邊把她的假牙 好小心地藏在一個 超級隱蔽的地方 啊 旺安假牙 她想說晚安假牙 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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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 艾倫 重醒艾倫 她怕 重醒了艾倫之後 會被她 嘶 一口吞了下肚子 於是 她就很快地躲在 棺木蟲後面 艾倫在這個時候 背睡心想 啊 好險啊 在這個時候 有一副假牙 在棺木蟲 裡面 掉了出來 嘶 嘶 嘶 還發出 嘶嘶嘶的聲音 艾倫這個時候 她就醒了 她發現她的假牙 不見了 啊 我的假牙 我的牙 我的牙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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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搬頭啊 怎麼算好啊 說不定 有其他人 發現了這件事的 但是沒有牙齒 艾倫她還怎樣 繼續嚇人啊 她決定 好像以前那樣 去回叢林裡 一看到艾倫 青蛙 猫 猫 鷹 她們也在叫 因為她們以為艾倫 會走來嚇她們 一看到 青蛙 在荷葉上跳起 猫 猫 又在樹枝上 跌下來 鷹鷹 鷹鷹 也是一樣很大聲的叫 咦 哈哈哈哈 大家都笑到很開心 大家都笑到眼睛變箭咀眼 因為實在太好笑了 艾倫呢 沒有了眼睛 根本就不得人害怕的 艾倫她還在想著說話 好煩惱了 哎呀 她說什麼啊 她根本就嚇不到人的 艾倫呢 她就偷偷地 回到沼澤 她從來都沒試過這麼沒面子的 她的家族 世世代代代 是出名嚇人的嘛 而且呢 她只懂得做的事 就只有嚇人的 但是 現在怎麼算好啊 艾倫好不開心啊 她摧低頭 啊 怎麼算好呢 可憐的艾倫她忍不住啊 晚上自己一個呢 就哭了 一開始呢 她流幾滴眼淚 但是後來呢 她的眼淚 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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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掉下來啊 她很大聲哭 哭完又哭 她還被那些動物BB 哭得還要來 還要大聲啊 她根本就停不到的 吃到 第二天 那些動物呢 都聚集在艾倫的沼澤前面 她們呢 也帶了艾倫她又大又可怕的牙齒 青蛙就說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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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準備呢 把牙齒呢 還給你 艾倫就說了 嘩 嘩 嘩 真的 硬武就說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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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呢 我們有個條件了 就是 你以後都不准再嚇我們了 但是 我 就是 我什麼都不會做 除了 他人 我什麼都不會做 青蛙就说 我帮你想到个好主意 现在每天的早上 艾伦就会刷到它的鳞片闪亮亮 又磨尖它的指甲 当它刷好又大又可怕的牙齿之后 它就会走入叢林里面 欢迎来到叢林 原来艾伦是变成一个园艺大师 它有什么可以做到呢 原来它可以做一个剪头发的美发师 艾伦 极速剪发 五十元 还有或者是牙医师 艾伦 用这个梁精精牌牙膏 刷到你的牙 梁精精的 但是到了晚上 它就会变成又大又可怕的 共故事高手艾伦 它呢 是专讲一些很恐怖的故事 吓到叢林里面的动物呢 吃到叢林里面的动物呢 哈哈哈 客人真是好好玩的 艾伦就很有趣的说 有时候呢 它甚至会被荷里贝瑟 借走牠牙 艾伦又大又可怕的牙齿